第三名又是什麼 我們請優雲幫我們揭曉一下 好啦 第三名就是 買東西的時候 只要別人提供其他選擇 他就會立刻猶豫不決 這在16.7% 有網友就分享類似的經驗 他就說自己的朋友 那時候想要買一款耳機 那他其實在事前 已經看好想要買的那個款式 結果一到店面 就是店員通常也都還是會介紹一些 現在比較流行 或是大家比較常買的 結果一介紹兩款 這個朋友就開始動搖了 他就是左思右想了好一番 最後思考了四個小時之後 兩手空空走出店面 好啦 最後遇到一點點小事 明明就做好決定 卻偏偏沒有辦法 就會受到一些外界因素而動搖的人 是不是讓旁邊的人看了都很著急 你知道我那天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最近不是在打高爾夫 然後我接下來要跑步 然後我就在看 反正大家都 運動人都知道那個牌子的手錶 然後我其實在去之前 我就問我身邊的朋友 他就說他出了一個S62 那個是針對高爾夫的 你就買那個就對了 量距離什麼 對 然後他可以告訴你球場有什麼 對 有什麼障礙物 我在香港 然後我就走進店裡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找那個S62 他說那你的需求是什麼 我說我擁有到的運動方式 大概就是滑雪 跑步 然後跟打高爾夫這樣 他說那S62不適合你 因為他只針對高爾夫 來 我們看這一款 然後他就介紹我另外一款 他就說這個是有針對三帖的 就是可能其他 我剛剛講的全部都在裡面 但也有高爾夫 但是他的高爾夫的功能 就活生生比S62少了兩樣 然後我就想說 我到底要選哪一個 對 其他的你用不到啊 對啊 你是因為打高爾夫啊 可是我有一天會不會用到 我接下來要跑步啊 可是那兩個高爾夫功能很重要吧 我後來問我的朋友 他們說其實那兩個下場用不到 但是花那個錢沒有那兩個功能 我不懂你意思 像我就會快速run說 我來的這個目的 就是說我是為了高爾夫 而來買這個錶 所以就會馬上決定了 反正我現在 後來就上網看了他的所有功能 他也很厲害 他就是說所有的 這個專佛高爾夫的 這個所有的功能都有 然後三帖的功能也都有 結果呢 錶帶沒有防水 這什麼意思 我好糾結 三帖 可以跟協志哥去逛街 這樣他就會買給你 對 真的 兩個都買 不要 我以為幫他決定 不要 他跟你一起去逛 你會買給他 沒有 我還是會看價錢 反正我後來現在決定了 就是去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看別人的錶就好了 對 就是很糾結 好啦 明知道自己容易糾結的人 我就勸你 真的也是不要問別人意見的 反正你就下定主意 就是去完成就好 中間就不要再把耳朵打開 聽人家講 對 所以我後來發現 糾結的人來問問題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回答 因為像之前我朋友 一直在問那個掃拖機器人 很多品牌都有出 什麼旗艦機 普通機 入門機 就是很多款 我們有幾個朋友 都幫他上網找資料 然後也有朋友是自己 家裡真的有一台 然後跟他說 一定要買到這個 起這種等級以上的 就是說他可能要自己 是可以提高那個 他拖完之後 要提高那個高度 才可以回家的 對 然後什麼之間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 這種優切點的差異性 然後一定要在裡面 可以烘乾的 因為台灣很超市容易發霉 我們就跟他講得很清楚 最後 之後他就說我買了 我就說Sanna買哪一台 他就說我買了另外一台 就是他朋友 什麼推薦他團購 什麼另外的什麼的 就是很厲害很棒 然後他們都說都很好用 而且價錢超級的實惠 結果 就是我們跟他講 那幾個重點沒有 就是他不會自己在裡面烘乾 然後或是他自己 拖... 他就是原地 就是直接那個拖把布 就是趴在地上 直接這樣回去 所以就是髒的地 髒髒的 所以髒的就繼續回... 回到主機裡 所以他沒有在意功能 他只是在意團購便宜 我覺得他就是被一時的... 擔心而已啊 對 團購價的 然後這個價錢燒到 他有後悔嗎 很後悔啊 很後悔 因為拖著髒衣服進去 跟不會烘乾 這什麼弄 有一段時間PS5 賣到完全缺貨 對 缺晶片的關係 剛開始出來 就一直出... 出不了那個貨這樣子 那有一些賣那個 專門賣電玩遊戲的老闆 可能我們有熟悉 我們也不是說走後路 而是說他可以... 我們可以先下一個定金 然後請他在最新一批 到的時候 確保就是說 你一定會有一組 那我就有一個朋友 就是很想要買 我就跟他說 那你就... 你就... 我這邊有認識的老闆 我就帶他去 他就在那邊了解了一下說 下一批大概要等一個月 這樣子 一個月OK啊 其實也沒有那麼急著 一定要做什麼 而且大家也都在等這樣子 我沒有 但是急著想完了 那希望我趕快拿到 我覺得至少是你走一個 比較正常的管道 至少你知道你一個月後 就會有了 對 安心一點 當下他也超開心的 我們就跟老闆 付了一點定金 然後結果回去 結果回去之後呢 過兩天他就打電話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老婆啊 跟我講說 他有一個同事 人的關係有點複雜 他說 他的老婆有一個同事 可以幫忙處理到 有現貨的PS5 但是單價就是有 比我這邊大概貴了一千塊 但是他老婆說 那你只貴了一千塊 而且可以馬上拿 對啊 你馬上就可以 買回來這樣子 我說啊 可是這樣我會有點尷尬 因為我要跟老闆說 你下訂了 你要叫訂金要退嗎 他說可以嗎這樣 結果我還 可以嗎 還好那老闆就 還好是熱門款 就認識有點久 那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因為突然有這樣的一個變數 所以可以退那個訂金嗎這樣 但是也因為是朋友的關係 所以他就也把那個退給我 但是我就覺得有點尷尬了 結果故事就出現在這一邊 我那個朋友 他的老婆的同事 是 我朋友他老婆的同事 他是請這個人買 可是其實也不是他同事買 而是還有上面有另外一個 他同事只是有跟這個人 跟這個人買到了PS5過 對 然後他就講說 他這邊有丟出一個訊息 如果大家想要PS5的現貨 他可以請他幫忙處理 但加一千塊 對 就是但是就是會貴一千塊這樣 他有好幾個同事 也就同時間做這件事情 當然我那個朋友 他就因為老婆的關係 也買了這一組 轉帳給他的這個同事 他又把錢給了這一個人之後 陸陸續續的開始 有一些人有收到 但很奇怪的是什麼 有一些人呢 只收到了主機 沒有 有搖桿 好笑 有一些人呢 只收到了 搖桿嗎 一個搖桿 一個搖桿 對啊 有一些人只收到 一台主機加一個搖桿 可是沒有 就是不完全就對了 對 然後我同事 什麼都沒收到 什麼 有些人有些人沒有 然後呢 他那個老婆就趕快打電話說 這什麼狀況 他就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很多同時間的人 都打電話說 我只有收到這個 我只有收到這個 他就急了 慌張了 打電話要找那個 陸陸過去的 找不到 喔 Oh my God 這個是還有 近社會新聞的 天啊 有一段時間網路 非常流行這個 我朋友他 老婆 的同事就是報警 對 然後報警完之後 警察就說 他這一陣子受理了 蠻多同樣的案件 真的喔 你知道這一個人 他是什麼樣的角色 他也不是不出貨喔 他有一批人先買來了 就跟他買對不對 他還真的出貨給他 對 就是一台主機 兩個手把都有 那我們去推薦 然後呢他就會說 你如果有朋友 要買直接來跟我說 我這邊幫你處理就好了 那你看 這五個有拿到人 他是不是又會再分散五個 對 他只是用持銷的方式在賣 對 用持銷的方式 你看多可怕 然後呢就有一些人 只收到一點點東西 有些人是完全沒收到 然後就找不到了 他還是賺啊 這是詐騙 對 這是詐騙 這是在一個 一個賺個一萬塊 一萬塊 或是幾千塊 也沒有做好錢 沒有 他可能有 你如果現步很多 對啊 如果是五十個人 然後五十個人 各自下去五個 那個同事可能 就已經跟十個人講了 對啊 這十個人下去 又跟十個人講 對啊 很恐怖耶 所以你看他 他聽我這不是很好嗎 對 至少人家是有店面 對 也沒有比較貴 而且還看到的 對 是這樣 真的還在糾結 對啊 常常糾結真的沒必要 但有些事情 是確實也要經過深思熟慮的 所以最後要請艾菲爾老師 來幫我們測一下 你近期下決定要注意哪方面呢 我們的測研非常簡單 而且跟大家講 這個冰箱貼 非常便宜喔 大幫選 選擇一個你最喜歡的冰箱貼紙 我們今天有四個 媽呀他們兩個 會不會選四十分鐘 我們節目碼要選四十分鐘 選五個小時 來把握時間 第一個顏色是黃色 第二個顏色是白色 第三個顏色是藍色 第四個是紅色 一二三四把它選下去 我們來測 最近做決策 要注意什麼事情 好 請舉牌 好 一二四二二一二 三沒有人選 我們先看三 我們來先看一下 觀眾朋友如果說你選到三的話 最近決策呢 要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最近做決策 建議你要諮詢專家 並且善用時間以及支援 這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要買電腦 你就要諮詢這個電機系的 或是資訊系的 或者是賣這個 3C產品的廠家或達人 你不要買電腦 你去諮詢 不是行業內的 他就沒有辦法推薦你完整的產品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選到四的部分 我們的安安是選到四 要避免過度自信被誤導 所以在做決策的時候 要減少自己的這種自以為是 或是自己過去以為的經驗的一些判斷 有時候我們出遠門的時候 比如說不要太鐵詞 該要諮詢專業的旅遊達人 或以避免一些旅遊當中的風險 這個部分就是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選到一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鞋子哥 以及我們的又雲選到了 一的部分在做決策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事情 要做到這個資訊收集跟評估 並且設定多種可能的方案 那代表是說做決策有一個備案 如果說沒有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B的產品 也能夠適合我 那麼做出多重選擇的時候 以能夠在最有效的時間 來達到你的目的 而不是花了時間 那最後沒有結果 那麼最重要選到二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做決策 給大家做參考 要注意哪些事情 二的部分 它是要避免衝動 我覺得我們小禎做得非常好 避免衝動 來 減少不確定性的問題發生 所以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一定是要確定這個產品 或這個選擇 是符合你當下的狀況 而避免衝動消費 而不是人家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便宜五千塊 或這個東西便宜百分之三十 你願不願意購買 這個部分呢 就會影響到你的錯誤判斷了 以上呢 給大家做選擇 真的 來分享 我最近學了一個詞叫 未來成本 對 何謂未來成本 就比如說你今天喝了這罐飲料 這罐可口可樂好了 有糖飲料 你喝下去你是爽當下 但何謂未來成本 就是你可能每天喝 每一個月喝了之後 你可能會肥胖 累積 你肥胖之後 你要花的錢去健身房 或是你要花的錢看醫生 這就是你的未來成本 所以如果你當你衝動 要衝動的時候 就想想未來成本 說真的 就糾結 最怕的就是過程中 產生那種壞情緒 對 就會影響到生活品質 所以你不妨真的 你們要出去逛街 或是要選擇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這種導航人 他搞不好會幫你付錢 對不對 真的 對啊 就是聽聽他們的意見 你盡量就不要去找他們這種的 待在一個地方 要待四五個小時 其實這種採雷的機會 還是比較多 沒錯 這個時間就是生命 大家要珍惜生命 好不好 不要做無謂的糾結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按讚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這一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Outro 來第二 小铃铛喔 小铃铛喔